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分享我心中的感動 其實我覺得生活裡面處處都有很多的美好 但是因為常常都忙碌了 然後就要把它收藏起來 記得去年春天還是有點寒冷的天氣 午餐時間正打開熱騰騰的便當時 隔壁還在辛苦跟診的同事過來求救 說有一位坐輪椅的老伯伯需要辦理住院手續 卻沒人可以幫忙 於是我推著伯伯到住院櫃台幫忙填好資料 伯伯請我幫他聯絡安養中心來接 原來老人家一直住在安養中心 看診時才能外出 離他等車的時間 聊起中心的生活 因為吃飯較慢 有時會沒辦法跟上大家的速度 所以偶爾會沒吃飽 中間又沒有點心 只能餓著肚子等下一餐的到來 說著說著 伯伯從胸前的口袋拿出12元 很勉腆地請我幫他到對面買兩條巧克力 這樣肚子餓的時候可以吃 我快步走向對街 找到他要的6元巧克力再回來 生怕車子一來 老人家會拿不到他期盼的點心 看著他珍惜地吃著巧克力 心中忽然不捨了 如果這是我的父親 我會怎樣呢 阿伯可以吃嗎 阿伯你給我吃嗎 阿伯你為什麼要吃這個 好 摸摸我的口袋 找到60元銅板 我告訴伯伯 如果司機來了請他等我兩分鐘 我再去買了8條巧克力 並將它放進老人家的袋子裡 伯伯驚訝而驚喜地望著我 害羞地跟我說謝謝的深情 到今天依然烙印在我心裡 我想這一份小小的心意 應該能讓老人家的心溫暖一些吧 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舉手投足 甚至是一個信念 都在成就一份善心 而且在付出的過程中 收穫最多的其實是自己 因為他們教會我 擁有健康是多麼值得感謝 能夠帶給別人溫暖跟關懷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